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夏天又到了挖蜜魚的季節 今天我們都來到油塘三家村 嘗試出海釣蜜魚 事不宜遲我們就出發了 挖蜜魚的旺季開始了 今次我們在市區上船 只需要15分鐘就去到挖蜜魚的目的地 就連平日收工都玩得 我們基本上會提供一個八爪 上面一個位置有少少椰光吸引一些魷魚 就以為在海裡的小魚去捕捉它 客人想多元化一些或有其他選擇的話 可以自己去扣米仔勾 可能吸引力對於魷魚來說就會比較好 大約是五月至九月尾的時間 我們都屬於旺季 這樣搓的時候 頻率和幅度都要大一點 令到它在水裡的活躍性大一點 將懸勾放長去到大約三至五米的水深位置 然後按幅度不停地上下挫 真的少一點臂力和耐力都不行 2000年後 船家還會為我們即場處理和煮好魷魚 即釣即食很新鮮 大家也要趁著旺季出海搓蜜魚 大家也要趁著旺季出海搓蜜魚 在水晶魚 還是要趁著旺季出海搓蜜魚 但是我以為我們要趁著旺季出海搓蜜魚